天天吃杂粮反而容易便秘,吃杂粮前你要先闹清楚这四件事。 俗话说得好!身体健康者常年轻,无负于人者常富有。 大家好,我是And笑编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要讨论的天天吃杂粮反而容易便秘,吃杂粮前你要先闹清楚这四件事。 中国古语云民以食为天,吃是中国人常常谈及的话题,也是一种文化。 中国剧著《皇帝内经》中曾提到五穀喂养,五穀是中国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物,为我们提供营养。 虽吃好五穀是养生,但如果吃错了不仅容易便秘,还会长胖。 今天爆炸营养课堂的营养师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五穀的话题。 五穀文化举足轻重,可谓人类文明之起源,五穀是古物的统称,并不一定限于五种。 它是我国传统饮食习惯中的主食,稻米,小麦,大麦,燕麦,黑麦,黑米,玉米,落麦,高粱,青棵,黄米,小米,粒米,桥米等。 如果加工得当均可作为古物的良好来源。 一,各种股类的营养各有区别。 五穀是中国人每餐都应摄入的食物,但不同股类营养价值各有偏颇。 大米的蛋白质含量在7%至8%,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低。 小麦蛋白质含量在8%至12%,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高于大米。 燕麦蛋白质达15%,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高。 含Bitter,蒲具糖,小米,玉米中的B组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较高。 。 各类股类营养有区别,所以在食用时可以食物多样,以求营养全面。 二,正确吃五穀有益健康。 在家吃饭每餐都应该有五穀,米饭,馒头,面条,烙饼,米粥等,在外就餐也不应忽视五穀。 在骨类食物中,大米,面粉食用最为频繁,约占90%以上,以精米白面为主。 养骨物碾膜加工过程中,天然的营养成分如膳食纤维,B组维生素,维生素一,植物灾醇,磷,钙,酶等会被破坏。 所以更应食用全骨物食物,应买新鲜的,储存银前造预防没变,烹饪银采取蒸煮的方式。 三五穀喂养,但吃多亦便秘。 我们常说十五穀易粗细搭配,但在现代生活中大家因为生活条件变好,慢病增多的同时人们开始追求吃粗粮,然而粗粮是一个双刃剑,适量的粗粮可以帮助排便,改善肠道健康,然而过多的粗粮会吸收水分,从而导致便秘, 所以一天三餐有一餐粗粮就可以了,错多了一便秘。 四五穀喂养,吃不好长跑。 五穀喂养,但五穀吃多乐会长跑,所以如果想减肥,就应选择能量较低的。 例如玉米,可以增加饱腹感并促进肠胃蠕动,例如脂类代谢,但减肥人群一定要吃五穀,脂类的代谢需要五穀的帮助,也可以打五穀豆浆,穀类也可以与豆类一并食用,提高其营养价值。 不明智,不健康,不正直的生活是不可能活得愉快的,同样,活得不愉快也就不可能活得明智,健康和正直。 看完之后,大家心里是不是有些想法呢? 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想法留在下分享文章窝。 那么我们下次见。 我是Ant小编。 请追踪健康良心事业。 只分享好文窝。